大家好,欢迎收看今天的行家论股,我是黄苏星 大马交易所2019财年次季经历按年下跌20.4% 同时派息每股10.4线 当季营业额比上个财年同季减少11.81% 大马交易所上半财年净利低于预测,仅占联昌国际投行研究与市场全年预测的40%和43%,主要是因为营业额下跌 此外,每股10.4线的股息也低于行家先前全年预测的27线 考量到上半财年疲弱的走势,联昌国际投行扩大日均成交值全年跌幅的预测 从3%提高至9%并下坎股票收入预估5.8% 同时也下调经明后财年每股净利的预测,降幅约为4.8% 跟着将目标价降低至60级35线维持守住评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